朋友一得,知己难求,人生得意知己,便是一辈子的福气,红颜知己,是福气中的福气,不是亲人,胜过亲人,不是夫妻,胜次夫妻,爱你,却不打扰你,不破坏感情的平衡,知道进退,懂得珍藏感情,懂你,但不舍万回报,只是默默关注,以此珍惜,付出,无怨无悔。 用一生的付出,去阐释,什么叫做真爱,红颜知己,是心中一股轻轻的暖流,陪伴每一个日日夜夜,当你孤单的时候,会突然发现,原来自己不是一个人,在内心深处,还有一个人,始终不离不弃,不在身边,但一定时刻牵挂,为你担心,为你鼓励,红颜知己,是那个无话不说的人,是真正懂你的人。 当你说委屈的时候,你不说,他都知道,当他难过的时候,他不言,你都理解,心灵的对白,不是看口若悬河,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感悟。 红颜知己,是爱情,但不因为爱情,闹得风风雨雨,只是默默关注你,牵挂你的一切,也会在某个时间里,思念你,但不会想求你做什么,只是一次次祝福你,希望你幸福一生,因为爱,才愿意付出自己所有。 天问候你,但不会打扰你,不会缠着你,不是纠缠不清,而是轻轻静静静做人,让你暖心,但不会闹心,想你,惦记你,但不会要求你做什么。 思念是一个人的事情,不是把思念强消给谁,幸运的是,在他思念你的时候,其实,你也在默默牵挂他,淡淡的思念,恰是彼此心灵陪伴和共鸣,关心你,甚过关心他自己,在每一个季节,都给你最好的提示。 他关注你的城市,告诉你几节变化,天气如何,在你最难过的时候,他不远千里赶来,只为陪伴你一会,安慰你几句,但这就是最好的安慰,比身边的人,说一千句一万句,都好,嘻嘻嚷嚷的街头,人头涌动,但能够成为红颜知己的,只有一人。 他喜欢你,但不是因为人和容貌,而是感悟到了你的心声,你和你无话不说,但不会传播你的不是,不会嘲笑你的无知,也总是有疲惫的时候,也有孤独无助的时候,如果有人,这样的时候,给你一个有力的眼神,依次温暖的牵手,那是此生不悔的感动。 侯颜知己,不需要承诺,但一辈子都在心上,惦记一个人,不是说说而已,是用生命去践行什么是感情,什么是灵魂知己,什么是爱到无言。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文中配图来源网络,谢谢原作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